我去到那个几天 救护现场一片混乱 大批医护人员围绕在小客车后方 因为这里刚刚发生一起车祸 我那时候是往前看 我在那边 然后我是这样子看的 我的眼角有余光看到 一号晚间九点多 21岁女机车骑士 沿着积乐路二段执行 疑似是无照驾驶 加上车速过快 没有注意到围停在路边的小客车 突然紧急刹车 结果冲撞到小客车车尾 造成女骑士整个人卡在车底 动弹不得 警察货报到场将女骑士救出 送往医院治疗 索性女子没有大碍 事故现场 机车疑似是因为撞击力道过 大车厢整个都被掀开 物品全都散落在一地 机车就倒在小客车后方 一个计人车 就是撞到他 然后他就 他就是就直接撞到我车后面 然后计人就跑 维亭在路旁的小客车驾驶表示 当时看到一台机程车撞到女骑士后 就逃离现场 不过双方九车子都为零 详细的收获原因 还有待警方后续调查理清 继续文化公演 麦马主星赛本报道